乡村发展部长南都斯里马哈吉尔表示 一旦政府允许出口割冬业 橡胶叶小园主发展局旗下的小园主 或许可以种植割冬树增加额外收入 不过他强调一切有待政府定夺 因为有关出口割冬业流程 目前还处于各单位商讨阶段 在达监力化 但是我认为了 这行为主意的 政府允许的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 我们将来看看 我们将来看 看法院的绝码 是一个调查的 如果有判断 有判断 马哈基尔今天出席 橡胶业小原主发展局关怀活动后指出 如今市场对割冬业有一定的需求 每公斤售价是几十令吉 如果合法化出口就不会构成犯罪 他还表示发展局曾在2016年提议 促请政府批准小原主种植割冬树增加收入 政府当时考量好处和坏处之后 拒绝了相关提议 感谢观看